利用Quiz來製作互動式的教學簡報 我們看一下 建立的時候是測驗 新的課程在這裡 那我就打簡單一點 Butterfly 介紹蝴蝶 VUTTER 我拿著麥克風不方便 我們就打簡單一點 這屬於生物學科 這個是讓別人可以分類找你的教材 主要是為了分享 進到這台車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就是個簡報的設計 我們大概不會在這裡做 因為線上做簡報第一個比較慢 我們都會在PowerPoint做完在這裡做比較好 所以怎麼做 Add the new 直接選這個 這個是空白頁面 文字這個 這就有點像PowerPoint的版型 在講面不會在這裡做 通常就在這裡做 那 請你把你的簡報握的Excel轉成PDF再叫進來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轉完了 點這裡進來的時候 在我們桌面上 把這個康軒植物面面觀把它叫進來 好 再選Import就好了 來 那在第一頁呢 我們不需要就可以把它做什麼 刪除 喔 留著好了 因為標題在這裡 Botherfly對不對 山主等一下沒有就麻煩了 誰做的 他抓你的名字 這邊可以改喔 那背景圖我們就先不管他 來 那做完的時候 假設說各位看一下 老師 我交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都不知道孩子有沒有在聽 我可能在這裡要先加個什麼 小測驗 先問他 喔 植物的什麼 根啊 荊葉什麼故事 來來來來 我不知道孩子我們在仔細聽喔 我們先交個兩頁 你看喔 接下來 new slide 就可以給測驗了 所以交個小端喔 給測驗在這裡喔 就進到這個 老師有點熟悉吧 那題目就簡單一點 來來來來來 我們就做這個 非洲鳳鮮花對不對 這個 那他的答案是 用什麼傳播呢 自身的彈力 再來 或者呢 複製貼上 這些考卷當然都是書版社教科書做的 我們不用花很大力去做 或者你自己做 其實 第一次做筋骨啦 以後 還可以重複使用喔 這份考卷今年用明年用 標準答案是這個 打勾 那幾秒30秒 20秒就好了 10秒鐘一體不用做那麼久了 好來 點save喔 save喔 那這個要不要給他 不給了 儲存這裡不行 他說一定要選年級 喔一年級 就隨便打了 好什麼意思呢 這裡 我們剛做那個 13的這個起來 這個 教材在這裡 當我交到這一頁完的時候就會來個測驗 測驗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 我所動用 老師我剛還沒出完跳走了 那點這裡 這個8的不要再點起來 要修改當然你認識就叫editor 老師我剛還沒編完呢 我只編一題而已 再改再改 進到裡面來看一下 好 當我交這幾頁就來個測驗 再交個三頁再來個測驗 再看一下 再次 add new slide這邊可以做什麼 老師我想讓他填控 那你要證據比率喔 這個答案 這裡 這裡 那一定是這個答案 這個 當然要點save才算數 save又離開就在這裡了 你看在這個地方 我再編輯一下吧 再點編輯 來 所以這邊有個選擇題 這邊有個填控 還可以再交喔 老師我想讓各位投票 等一下呢 我們課程上完的時候 我們想去 要哪有去探勘考察 請大家來發表意見 那就使用什麼 投票 投票的 看看 好像没有音歌声 来 打完那要点什么 所以这次的教学就很多 我可以把那个quit的地方 在quit的地方这边也都可以做得到 那各位就看一下 练习一下 我们刚刚把考卷题目汇进来 这时候再加一些互动测验在里面